大家好 歡迎收看金報新聞線 我是王舉金 今天慧民姐休夏 由我來代班主持 請大家多多指教 大家說這個二零二四大選選文 國民黨怎麼才剛剛拿回立法院 最大黨就開始來內鬥呢 記不記得那個時候選舉的時候 復婚其實說韓國瑜是羅賓漢 結果現在變成復興漢 當時韓國瑜說復婚其實是心肝寶貝 現在變成誰拿去配 韓國瑜昨天發吃飯的假動令 就嗆明說不要韓復配 只會跟江啟臣雙進雙出 甚至還嗆說假投票我就不完了 這個聲音的黨主席 朱宇倫在今天總算說話了 任了跟韓國瑜達成共識 所以韓江配真的是穩了嗎 這一場奇餘大戰 韓國瑜就真的贏了嗎 那民眾黨這邊現在也在鬥 因為傳出柯文哲拉了蔡壁如要制衡雙簧 那蔡壁如跟黨中央不是不完不合的嗎 今天就語帶玄機的說有距離的美感 也是不錯的 現在柯家人繼續也炮火試射 包括佩琪昨天很生氣PO臉書 繼續罵國民黨侯正科富造成敗選 翻不過去的這一篇 立法院看起來藍拔還有得鬥 但有沒有可能雙方都在演呢 好我們今天驚爆新聞新聞就一起來做討論 首先歡迎今天節目來賓 資深媒體王瑞德瑞德科 姐姐好大家好 政治評論員李政浩 大家好 政治評論員許維智 姐姐大家好 前民眾黨莊委員張一善 姐姐大家好 政治評論員王毅川 大家好 還有最近變轉的葉原資 稍後也會來到我們的現場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幾天的新聞進展 現在是我們的韓江沛 我們立即再次掌聲 侯康感恩茶會到台中 主持人一開口就喊韓江沛 被點名的江啟臣立即接話 國民黨一定堅定的立場 就是清清白白正正當當 團進團出 我也希望韓江沛全力以赴 民進黨不要一開始就走了一個黑暗面 任何不正當的手段 金錢也好 權力交換也好 周主席這算表態力挺韓江沛嗎 畢竟韓國瑜率先發聲 若是黨內假投票就會退出選舉 還強調跟江啟臣雙進雙出 因為復婚其動作頻頻 選後致電花欄全部送到位 發出聲明有意角逐副院長 還把炮口對準江啟臣 2026年如何兼顧台中市長選舉 台中立委選邊站力挺韓江沛 但就怕立院副院長人選有變數 新主立委林思敏直言 黨內有其他資深立委 有意角逐副院長建議應該採取假投票 畢竟2012年 洪秀柱潘維剛等六人 都想爭取副院長 當年是經過假投票 由最高票者洪秀柱勝出 不要再假投票了 再有跑票 這樣子國民黨要怎麼走下去 冠結不復 立院龍頭選舉 藍營一如往常 想團結卻很費力 修正通過 立法院長尤錫坤敲槌三讀會成為絕響嗎 因為新國會三黨不過半 國民黨52席加上兩席青藍立委 掌握54席是立院最大黨 韓國瑜最有機會搶下立院龍頭 要如何搶下龍頭寶座 綠英得找出突破點 尤其韓國瑜率先公布韓江沛 但顧坤旗也有意猜選 當年立法院院長投票 國民黨推出賴世保 應該要有38票 卻拿下36票 除了楊秋英投給自己外 賴皮與意外拿下一票 藍尾跑票或投錯票 都成為綠營突破點 與維持立院運作順暢的理念相同者合作 我們也不排除這種可能性 民進黨內部人事分析 雖然是不記名投票 但國民黨盯票盯得很緊 加上選後緊張局勢未解 運籌空間不大要突破不容易 另外有沒有可能綠白河 在綠營不主動提合作下 民眾黨準立委黃國昌也再度表態 一定是團進團出 不會有個人被遊說 這樣子的事情發生 國會龍頭改選在即 民進黨如何策動 藍白立委跑票 台面下運籌帷幄肯定消不了 好 這個二月一號呢 國會的政府院長就會來出爐了 就要來投票了 但是國民黨這邊呢 看起來非常非常的亂 現在是上演了奇餘大戰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韓國瑜在昨天發了吃飯假動令 怎麼說呢 拉了江啟臣說 會跟江啟臣雙進雙出 甚至還嗆聲說不要假投票 但是副婚期這邊呢 現在劍指了江啟臣 直接也發這個聲明稿說呢 因為江啟臣之後還要選 這個台中市長 看起來可能對地方選舉 有些些忙 這部分江啟臣OK嗎 那看起來呢 副婚期就是副院長人選就是我為主啦 朱宇倫這幾天都沒講話 但突然呢 在今天說話了 認了跟韓國瑜達成了共識 所以請教一下瑞德哥 那這樣看起來大勢底定了嗎 就是韓江配了嗎 國民黨有一個很特殊的一個特性就是啊 那麼國民黨如果落難的時候呢 沒有人要一肩扛起來 但是國民黨如果成功的話 勝利的話呢 大家搶著要 國民黨的特性 所以你看現在這個立法院席是五十二席第一大黨 再加上兩席五黨的 現在五十四的嘛 過半 離過半三席而已啦 所以現在呢 就突然間轉了起來 我問你嘛 還沒有這樣的成績的時候 大家不是說 不分區第一名提名韓國瑜需要韓粉 所以就一定是韓國瑜了嘛 那不然我問你韓國瑜為什麼 他在這個 從去年底到這個選前 超過一百場的助選 我那麼累要幹嘛 我那麼累幹什麼 對不對 我那麼累幹嘛 我就是為了要當這個立法院院長嘛 所以大家都看得出來 那也認同 國民黨也認同 大家認為應該就是韓國瑜了 沒想到國民黨 一旦成了第一大黨五十二席了以後 突然間開始有一種聲音 一開始是說 立法院院長人選 未必要推韓國瑜 那時候推出來 這種聲音出來的時候 放風聲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很訝異 為什麼國民黨裡面會有這種聲音 開始覺得很怪 很訝異 每多久這種聲音 慢慢越來越強的時候 就有另外一波聲音說 當然是韓國瑜 壓下去了以後 就退而求其次 那副院長人選了 就變成這個樣子了 一開始不是說 要保留藍白河的空間嗎 民眾黨看是要給 唱雙簧的黃珊珊 還是黃國昌嘛 每多久突然間你看 我覺得韓國瑜這個人 不管你喜不喜歡他 韓國瑜這個人就是撐不住氣 為什麼 他你也可以說是性情中人 他不會送他就直接標台給你看 他不會送他 他喜歡誰他讓你知道 但他不喜歡誰 其實你也可以感受得出來 四年前他就不喜歡 沒有力挺他的洪友宜 所以你看去台東選前那個肇事說 他上去講話洪友宜 還要把他椅子故意拉過來一點 然後他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越做越過去 越離開好友宜嘛 他就是這種個性 他知道有人要跟 要跟他本來可能要跟他搶 立法院院長 院長寶座 後來院長搶不贏 要變成副院長 為什麼 這個副院長是可以跟韓國瑜 撤走的你知道嗎 所以彼此也在撤走的嘛 所以呢 一不做二不休 突然間無預警的宣布 我已經邀請了江啟成 來當我的副手 立法院的政府搭檔 MONOSUS 他這樣一講下來了以後 那時候其實不只胡昆奇 那時候還有一些人 有提到一些老立委 資深立委 國民黨的 但問題是首當其從 你就把包括胡昆奇這些人 入權斷掉了嘛 你這樣江啟成一出來 入權斷掉 而且馬上把合照的照片出來 以後就是說 江啟成是多優秀啦 然後警戒來資深立委幾屆 然後又代理過這個 等於說當選過這個 國民黨的黨主席 然後馬上要選這個台中市長 國民黨終身帶的中台灣霸主嘛 所以他這樣一出來了以後 照理來講 應該是一片說很棒很棒嘛 這一門馬上反撲 馬上反撲 然後緊接而來 韓國瑜跟江啟成說 丟一個東西 丟什麼東西呢 預留跟民眾黨合作的空間 如果江啟成說 如果可以合作我可以退 然後你看馬上馬上傅崑奇就出來 表面上很有風度 但事實上呢 我最有資格講話了 從來沒有收過傅崑奇的西瓜 你知道嗎 所以我沒有吃過你的西瓜 然後講話可以非常公正公平公開 你知道嗎 所以你要知道 傅崑奇馬上講很客氣 表面上是很客氣說 對於韓國瑜 對於這個這個江啟成 他當然是個人是認為 這是一時之選 但是兩年後 因為江啟成可能要去選台中市長 那你這個副院長呢 平常要帶院長 要主持會議借見外賓 還要怎麼 你又要回你的選區去選台中市長 那你如何兼顧 講幾包 我最好 講幾包就是他不合適 不適合 他這樣子兩邊都不 兩邊蠟燭兩頭燒 這樣兩邊不討好 那講幾包就是 那我也想參加 所以國民黨的內鬥更開始 不要小看了 為什麼 韓國瑜為什麼 開始請大家去吃飯 他就要試水溫 等一下請葉元之說明 誰挺我 誰不挺我 葉元之有趣 等一下看葉元之要停的 我相信葉元之因為 全國第一個po 跟韓國瑜吃飯的 那個人叫葉元之 對對對 沒有錯 你要記到那張照片 我還把它截圖保留著 你就知道 可是你要知道 傅崑奇的影響力不容小覷 你看已經有幾位立委出來說 我們事先都不知道 要提江啟臣 也沒有經過大會討論 你可以聽到這種聲音 到時候按照傅崑奇 他這種 所謂花蓮王霸王的霸主 這種個性對不對 他死到還沒 建設 回去 所以吃飯算是一種表態 那昨天誰來表態呢 但是五十四票裡面 看起來只來了十五個人 一些無關緊要的大咖 都沒有來 很多先任立委都沒有來 重點是原資去了 但是很多人說 這一些分區立委區立委 都是菜皮疤的 好 我們請教一下正好 因為你看 朱一倫已經講了 他就說認了 他跟韓國瑜 已經達成了共識 好啦 那這代表說朱一倫已經贊同了韓江沛嗎 昨天的懺悔當中 朱立倫人馬沒有來 那為什麼沒有來呢 你不是認了嗎 因為這樣講 這個棋魚大戰 正是 現在看一下誰贏 不知道 這不是誰贏的問題 我等一下跟你講 重點是這樣 昨天的韓國瑜 將起成宴請欄位 台灣人叫秀肌肉 對不對 衣服一脫了 瘦皮 排骨筋 根本沒有肌肉 你要選是五十二加二 五十四票 五十四票 我那時候看回報說 二十三人出席 最後沒有 我都覺得 五十四票 你二十三還沒有過半 勉勉強強 對不對 就覺得很差 換我一看名單 沒有 這二十三人 更爛 不是 這二十三人 裡面很多是卡卡 楊映超 李靖 陳柯威 這些人 是被列為不分區名單 提名人而已 還沒有上 沒有上 未接跟王毅川一樣 沒上 是比不上葉原汁的 聲音還比不上王毅川 王毅川 你現在矮葉原汁一結 你這麼開心幹嘛 看到沒有 我們再戴一下葉原汁的臉 老婆 我們戴上他的臉 這叫做小人得志的臉 這叫邪不勝正 今天上節目還給我遲到 你看多轉 我剛去謝票 鄉親太熱情了 葉原汁這就算 小人得志 道高一死 葉原汁就是魔高一丈 邪不勝正 重點是這樣 其實重點是這樣子 好不好 簡單講說這些都是卡卡的 這些都是假的 對不對 所以實際上就15票而已 誒 過半日57 你才來15個人 你才來15個人 你怎麼選 就一點點 有個沒面子的 戰鬥嵐 雙北的 許巧心 王鴻薇 羅明財 謝伊鳳 不是 戰鬥嵐的部分 戰鬥嵐的部分 我有些比較遠 我可能就不算 我光點雙北 就一大堆人沒去 雙北戰鬥嵐都沒有來 洪洪凱也沒去 對 對不對 戰鬥嵐缺了一條 然後地方派系的也沒去 謝伊鳳沒有去 對不對 然後那個什麼 嚴家也沒有來 嚴家也沒去 嚴家也沒去 所以像這種東西 就是造成什麼 造成大家覺得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 第一時間是不知道 發生什麼事 後來看懂了 傅崑奇的副院長 被江啟臣搶走了 所以傅崑奇出來 噴江啟臣 這已經不是暗潮洶湧 傅崑奇直接噴江啟臣 說你兩年後 就要選市長了 你在那邊羅里巴說什麼 對不對 這已經到台面化了 所以誰敢說 國民黨沒有問題 奇餘大戰 這第一個大建設 好 奇餘大戰你會說 陸死誰守對不對 選舉不是這樣看的 選舉怎麼會看陸死誰守 為什麼 因為國民黨54票 對不對 民進黨51票 對不對 你到時候傅崑奇 要去堵籃三票 倒過來 就國民黨 就民進黨贏 所以傅崑奇在這一場 有可能是會跑票的 因為不記名 對不對 記名 可上次有人手抖 該要賴平一下 也是有可能 對不對 所以傅崑奇跑票的話 因為我這樣 我這樣跟大家講 好 第一件事情先確定事實 第一個事實是 韓國瑜要秀肌肉 就秀衣服一脫 是排骨筋 瘦皮猴 沒肌肉 這第一個 第二件事情 富崑奇很不爽 對不對 這是第二個事實 第三件事情 韓國瑜嗆 假投票我就退出 對 什麼叫假投票 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 當一個政黨 有兩組以上人選 他們會黨團自己先投一個票 他就叫假投票 為什麼假投票 韓國瑜就退出 因為會輸 會輸吧 黃國昌選後自辦座談會 傾聽支持者新生 總計9場只有7場辦在新北市 難道是為兩年後 新北市長做準備 黃國昌責任區就在新北 布局2026不言而喻 而要跟支持者持續保溫 除了黃國昌有座談會 柯文哲選後北中南 也有三場小草見面會 第一場週日下午登場 只是選舉結果淪為老三 柯文哲把敗選歸咎民調打壓 心腹蔡碧如透露 因為柯文哲還在敗選否定期 投票方式 開票方式都很弱 因為提出這種不在籍投票 要如何做這種網路投票 民眾黨上下急著找新戰場 親來名嘴黃志賢在臉書開炮 柯文哲應先把褲子找回來 向社會道歉 幸虧是紙本選票一切有物理證據 若改成電子投票和網路投票 恐怕爭議更沒完沒了 降低他們參與政治的一個成本 而並不是只是為了政黨的利益而已 柯正瑩敗選後 怪投票率怪制度怪來怪去 就是不懂得面對敗選檢討自己 平日回歸市政 假日多跑卸票行程 侯友宜週末從苗栗到台中 講到責任全在自己 麥克風一度沒聲音 侯友宜雙聲道會吸淚再深深一鞠躬 畢竟苗栗無黨籍陳超明這一席 被歸為國民黨另一頭台中 從原本藍綠2比6翻轉成6比2堪稱大勝利 多多總統票不理想 新北本命區開票也和2022年連任 票數相差30萬票 市長光景沒重現 接踵而來空市罷免危機 我們會再請教說 未來我們要怎麼去設立 計畫詳細的罷免內容 民間團體發起罷免活動 20號在板橋成立快閃連署站 活動才剛開始 近15名市民排隊填資料 但第一階段得蒐集3.4萬份 60天內再蒐集到34萬份 最終罷免票得達到82.9萬人 同意門檻高 我們會加倍的奉還 潛力的充足 讓很多的大小健身 以及相關一些關心弱勢 我們一定會更快速得到完善 下午半免啟動 上午先跑市政行程 侯友宜大選後 是否面臨第二個挑戰 得看市民 對侯市長的加倍奉還 有沒有改 選錢富貴旗早就在幫忙了 對不對 藝人治搞不好都富貴旗就幫過了 對不對 藝人治有接到富貴旗電話嗎 他還敢去吃飯 要不要接到藝人富貴旗電話 有 都沒有嗎 選錢沒幫忙嗎 有啦 完蛋了 你看藝人治成這樣 我本來跟富貴旗就認識 認識 所以就有嘛 對啊 所以我意思是 韓國瑜選錢幫什麼忙 幫站台的忙 對 富貴旗幫什麼忙 幫資源的忙嘛 兩票的忙 韓國瑜班選票 分析幫鈔票嘛 對不對 好 重點來了 那就大戰嘛 大戰完之後 什麼兩虎相爭壁 一傷吧 這個傷完後 會發生什麼事 我這樣講 立法院議長選舉 第一輪沒過半進第二輪 第二輪就變什麼 相對多數字 相對多數字就是不用過半 我多你一票我就贏 現在國民黨贏 民進黨幾票 他贏三票耶 所以他只要帶三票去就好 帶兩票就贏了啦 兩票就贏了啦 來回 兩票很簡單 剛好有兩個人 陳超平加富貴旗 陳超平本來這次 就無檔級選的嘛 對 是不是選上 富貴旗被國民黨開除 也習慣習慣了嘛 開除過好幾次 進進出出啊 對不對 不用三票 兩票都倒過來了嘛 所以你沒看到 游錫貴最近火過來了 到處受訪 好 我有機會當院長 什麼在民主國家 小黨當院長 是很正常的事情 有沒有看到 游院長現在火過來了 這這個局很複雜嘛 但是好側動嗎 那富貴旗願意當這個戰犯嗎 我跟你講 你覺得很難側動對不對 我跟你講 所有的議長局 都是這樣玩的 22縣市 每一個當過議員都玩過這套 真的議員來說習慣習慣 你說富貴旗願意當戰犯對不對 我跟你講 富貴旗如果撤鬥完 你知道富貴旗兩年後幹什麼事 什麼事 老子選花蓮縣長 穩穩耶 徐正衛要嚇了嘛 對不對 好無縫皆怪 對不對 他們這家就厲害吧 富貴旗當完後 縣長會換老婆當老婆當 老公當不是剛好而已嗎 一直來輪去就對了 對 老婆選立委 老婆去選立委 一直來輪去這一家人 對不對 我跟你講 如果這場有談好 富貴旗兩年後 去選花蓮縣長的時候 民進黨也不怎麼罵 對不對 互相幫忙 互相互相嘛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情 整個局就講這樣嘛 所以我認為 朱立倫的表態 當然是說幫韓國瑜增加幾票 朱立倫有票 不分區是他的票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現在不是增加幾票問題 現在是跑幾票問題 我要講一次 進入到第二輪投票 跑兩票 就民進黨當院長 所以像元智這種菜皮疤的 應該就不敢跑了 我跟你講 去的都菜皮疤 廖先生 張志倫 劉喜庭 葉元智 林佩祥 去的都菜皮疤 都第一屆 老婆身上都還在 拔草看風向好不好 對不對 這重點嘛 好 所以請教一下元智 元智昨天去吃飯 你沒有收到富貴旗的花欄嗎 富貴旗選錢沒有給你幫助嗎 有沒有收到富貴旗花欄 花欄有收到 花欄有收到 那你還去吃這個飯 不過我跟大家講一下 你如果用出席的人 或沒出席的人解讀說 誰知識寒江 誰不知識寒江 我覺得有點失真 你怎麼罵人家沒出席呢 出席 歇一鳳沒出席 出席 參與 歇一鳳沒出席 你不要 別怪我沒出席 諧音梗 你看這種就是 兩邊都不得罪 還有還有 葉元智隱要出席 出席 為什麼 因為譬如說 沒有出席的許小欣 他因為人在日本 所以沒有出席 然後還有就是 那個製作單位字幕要打好 沒出席的席不要打錯 不然他會臭許小欣 就是說 而且其實他這個通知的比較晚 比如說我是被 是前一天晚上才被通知 說隔天中午要吃飯 那本來我中午是去錄廣播 但是後來我還是 廣播結束還是去了一下 可是有些人可能排了行程 他在中南部 他就不可能來 所以沒有參加的人 不代表他都支持這個組合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有參加的人 不見得是支持這個組合 為什麼 誰 誰是騙我 我們說我 我只是 韓國瑜要聽清楚 我想邏輯 我想邏輯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被通知的時候 我們並不知道有將啟程 韓國瑜通知我們去吃飯 你少來了 你人家都不曉得 我真的不知道 像我就不知道 像我就不知道 真的我不知道 你的意思是說有江啟程 你就不會去了 也不是 我不是 我是說有些人不知道有江啟程 就是韓國瑜早吃飯 那韓國瑜早吃飯當然要去 那麼好玩一定要去 所以不見得是對韓江沛的表態 我覺得是兩回事 但是你從這個通知那麼急的過程當中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這件事情實際上是有刻意的目的 我覺得是這樣 為什麼呢 因為理論上來講 如果說江啟程他想要選院長的話 我覺得不是這樣操作 他應該是在選前就要跟大家互動 對 那江啟程在選前跟我們完全沒有互動 選後也沒有互動 譬如說花或者是像LINE 我都有收到顏寬衡給我的LINE 說恭喜恭喜 或是羅志祥 但是江啟程是完全沒有 那再來講 婦婚期這邊你應該比較挺才貴 婦婚期我們本來就比較熟 你有沒有收過他的XR 我跟你正好演仇 你知道選前說幫我付費也沒有 有好不好 你來害我直播剩六千了 就是人跟人互動 就是那一回事 可是你如果當你要選副院長的時候 你應該會刻意去做一些關係的經營 也沒有 所以這個東西是非常突然的 那我就覺得非常好 就是很有趣就是說 為什麼會這麼突然 就是說我們也是看臉書 才發現說 原來要韓江啡怎麼會這樣 所以有人就解讀說 是不是因為他們想要賭婦婚期 就是因為婦婚期現在運作得很激烈 所以韓國瑜要趕快表態 讓婦婚期可能就是說打退堂鼓還是怎麼樣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黨內 確實是有一點點 那種暗潮洶湧的氛圍 那這個我看到最近 其實大家對韓江啡有一些人 我本來是以為韓國瑜出來 就定於一尊了 韓國瑜當院長大家都沒有意見 但是是不是韓國瑜出來講江啟成 就定於一尊 可是感覺上 確實是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有人是講說江啟成 之後要去選台中市長 那有人是說江啟成 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出來 所以現在確實我覺得國民黨黨內 會稍微亂一點點 我補充一下 你聽葉仁慈這種講法 就知道婦婚期在黨內有票 對不對 葉仁慈立場沒踩死 葉仁慈立場沒踩死 對不對 婦婚期為什麼有票 要拜託 婦婚期比較大方 選錢幫助那麼多 江啟成連賴都沒來 剛剛葉仁慈都抱怨 江啟成也沒有來幫忙 是不是 我是解讀 其實我不是講我 我是解讀整個 因為黨團有五十幾個人 五十幾個人 有些人一定會是這樣看法 所以現在關鍵是會不會假投票 如果有假投票的話 就有變數 如果沒有假投票 朱立倫直接說 我們這次是用決定的 就是韓江沛 因為有黨紀的問題 韓江沛就沒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禮拜一的時候 是一個關鍵 禮拜一早上十點鐘 我們會開會 開會就會看說 堅持假投票有多少 假投票就是有一個 好聽的名字叫黨團自主 那當然黨部也可以講說 不行 韓江 韓國瑜是社會共識 江啟成是形象牌 我們要重建國標的形象 所以韓江配 所以你們禮拜一就會決定人選 禮拜一會 大家會討論說 到底用什麼方式來決定 所以禮拜一會非常關鍵 到時候大家再來看 所以禮拜一會非常的關鍵 所以剛剛正濃也說 這個傅歡喜 其實只要帶兩票過去 可能民進黨這邊就贏了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最近游錫坤就說什麼呢 其實國外來講 小黨當議長是民主的常態 因為現在這個藍綠 可能還跟民眾黨 有一些合作的關係嗎 我們先來請教逸川哥 因為游錫坤 既然這樣子講 他意思就是白綠和嗎 有沒有可能是白綠和呢 好那這樣子的話 白綠和會是怎麼樣和呢 好最近這個柯建民 不是對於這個黃國昌嗎 非常的生氣氣 大家就說 為什麼黃國昌 這麼樣的夠藍綠 會不會藍綠都討厭他 甚至連民眾黨裡面的 也討厭他 本黨因為還沒有開這個黨團會議 所以這個提名的這個院長 副院長啊 都是按照目前的一般的慣例 來做思考 所以你看這一個上面的影像寫說 昆昌沛續戰問號 因為還沒開會 還沒還沒確定 那國民黨也還沒開會 國民黨剛剛月圓之講說 韓國瑜是什麼 我們黨內的共識 請問這句話誰要講 他們黨團開會的時候 誰要講這句話 現在國民黨是立法院黨團開會 那些福祉開會 不要再說第一例是誰 不知道 因為現在沒有領袖 不是朱立倫嗎 朱立倫會去嗎 黨團制止朱立倫去幹嘛 朱立倫講完之後 如果副國務局所說是嗎 是嗎 是嗎 大家要輸贏就是這樣 例如要接投票對不對 要接投票來 你難保大家接投票出來的 院長叫傅昆琦 有可能 接投票 因為在我們島的 哪有一定什麼 所以國民黨現在當然有這個 那對民進黨來說 因為郵院長這幾年當院長 他已經退出了這個黨的運作 退出了派系的運作 所以立法院進行什麼 時代力量不管提什麼案子 在程序委員會不會黨 民眾黨提什麼案子 也不會黨 反正要討論 都拿這次討論 所以由於郵院長 一提放他裡面 包括現在說的 什麼小黨 算人員最好的郵院長 當然現在時代力量沒有了 現在存民眾黨 那郵院長跟民眾黨的關係 當然就要靠郵院長個人的智慧 去化解 你說黨要跟黨去談 現在黨主席叫賴清德 這個民眾黨的主席叫柯文哲 問題是柯文哲出來談 能代表黃國昌嗎 好像不行 那你賴清德主席 要去跟黃國昌談嗎 那能代表黃珊珊嗎 能代表其他那六個人嗎 能代表柯巴嗎 能代表誰嗎 不一定 所以現在不討談 不是很好談的情況之下 要跟郵院長 郵院長說這小黨 小不是小 大不是大 小是大 大也是小 所以這個小黨是指誰啊 不是 現在國會最大黨是誰 國民黨 國民黨嘛 那民進黨相對是不是小黨 民進黨還是小黨 所以這個小黨 不見得指的是民眾黨 所以小不是大 大不是小 大大小小小小小大大嘛 上一下穿大法師開示了是不是 郵院長講話是很有學問的 這個小黨我以為是白耶 各樣小 相對是大嘛 所以這種 之間的這種 要當院長 要當副院長的格局 當然就是郵院長 他要自己去 所以說郵院長在這個裝潢裡 他有提到一件事 他說他也不知道民進黨 現在的策略是什麼 有沒有他有提到喔 他說民進黨現在到底 叫民眾黨之間的合作關係 競爭關係 到底是什麼 他也不清楚 所以當然就是他表達 他的這一個意願 我回到剛剛講那個 國民黨那一個 國民黨那個有幾個有出席的 除了月圓資以外 像那個林佩祥 林佩祥的媽媽 跟傅昆祥不好嗎 張志倫的爸爸 跟傅昆祥不好嗎 都很好耶 都很好耶 所以他們去後 傅昆祥當然會靠張慶忠 會靠林佩祥的媽媽 說什麼 你現在給我表態了是不是 說我們自己的孫子 那天去吃一頓飯 對我隨便打一下就 而且如果有人知道 那一場有江啟臣 像越言之 如果知道江啟臣 他就不會去 沒有還是會去 還是會去 還是會去 還是會去啊 傅昆祺約你吃飯 你去不去 今天晚上 去啊 看吃什麼 我的意思是說 先傳菜單 我意思是說傅昆祺現在 因為傅昆祺當立委 已經當很久了 他跟這一個很多立委 包括比較資深的立委 大家都有好的感情嘛 那大家當然對傅昆祺 要去選副院長 其實我跟你講 大家都樂觀其成 只是說 因為韓國瑜的關係 所以呢大家不好意思說 這個不支持韓國瑜 傅昆祺也支持韓國瑜選院長 傅昆祺要的是副院長 所以對傅昆祺來說的話 你也給我放尊重的 你要選院長 你怎麼忽然間給我 跑出一個江啟臣 韓國瑜你要選院長 就你選院長 我也聽你啊 你香港找出一個江啟臣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 沒有人來假投票啊 所以 所以這個新竹那個林思民 昨天也跑出來講嘛 講說 最好來假投票 沒有一定要江啟臣什麼什麼 我的意思是說 當黨團開會的時候 那一個拿麥克風講說 我們呢 期待我們推出來的組合 韓國瑜加江啟臣 這一句話 現在在民民 國民黨的黨內 沒有人說得出這一句話 好 但要請教易三哥 因為現在看起來呢 這個白曜跟誰合作 或是他們自己推人 現在還是未知數嘛 那白曜跟誰談 是黃國昌談 還是黃珊珊談 好像也不知道 那之前柯建民如果總召有說呢 對於黃國昌就是很討厭的話 那如果是黃珊珊的話 有機會嗎 你自己怎麼看這個綠白組合 我覺得是先講說 院長跟副院長 其實對於民眾黨來講 反而是不是重要的 而且覺得會綁住他們的人 因為他們的戰力最強 就是黃國昌跟黃珊珊 未來是要選所謂的 台北跟新北市長 而且他們有兩人條款 如果兩年他們之後 不是立委了 那還要再重選一次 所以他們一定不要院長或副院長 對於黃國昌來講 反而副院長綁住他 他不可能一邊敲錘子 是說一邊講太離譜了 他除了講太離譜 他也沒辦法幹嘛 因為他只能敲錘子 所以他可能不是很想要 所以他不是想要院長或副院長 所以民眾黨這一局就變成是說 他可以叫做自由投票 或者說投給藍投給綠 或者是我們自己推自己人 反正也不會上 但是他重點是 他們一定不想要 所謂的立委好院的院長跟副院長 他們就可以彈性靈活運用這八張票 甚至有開放投票讓你們去挖 那個東西就是要柯建民的 講的所謂起義來歸 自己來 我不會跟你柯文哲談 因為柯文哲要什麼不知道 而且柯文哲會講什麼不知道 因為柯文哲的個性 跟黃國昌陰謀一樣 這也是為什麼柯建民 對黃國昌那麼氣的原因 因為很多事情 房間裡面講 你出來是講一套 然後你聲量比較大 就把所有人講的話扭曲 這也是為什麼柯建民在黃國昌 在彼此之間 他們在立法院的任期內 那麼柯建民那麼氣黃國昌的原因 包含太陽花學運就好了 一群學生放在立法院裡面 馬英九強力說一定要驅除 是誰跟黃金平協調 協調讓學生很安全的 在太陽花學運一個月裡面 在立法院裡面去進行他們的訴求 這個都是柯建民的功勞 所以黃國昌為了成就自己 為了自己做英雄 所以他一定要妖魔化一個敵人 所以他一當立委的時候 他妖魔化的對象就是柯建民 所以他不斷的針對柯建民這個人 他去破壞柯建民這個人設 說他是僑王 他是國會改革的阻礙 都是黃國昌自己想的 黃國昌現在已經公布了 他要進財政委員會 黃國昌你之前做什麼 你不當立委的時候做什麼 你去喬大同的董事會 你去喬大同公司的股東會 那他這樣有辦法利益迴避嗎 結果你今天要進去的 要進去的叫做財政委員會 他就在叫 叫生理了 我以前喬大同 以後要喬股東會都來找我 股東會有爭議都來找我 處理股東會的爭議 背後的利益有多大 你黃國昌今天第一句話說要利益迴避 結果你說你要去財政委員會 結果你之前就是在喬大同股東會的人 所以黃國昌根本就是講一套說一套 而做不到的人 但是他必須塑造自己的形象 他就把老柯拉下來 當成敵人 妖魔化柯建民 好 所以你看柯建民也看清楚 這個黃國昌的敵了嘛 那重點是我們請教瑞德哥 那如果黃國昌是這樣子的話 柯文哲咧 之前柯建民不是也跟柯文哲 也算是蠻不錯的嗎 其實我現在看起來也是畢民了嘛 如果跟黃國昌不好談 跟柯文哲可以談嗎 有一首歌叫做 大風起把頭搖一搖 45年前王孟寧的小草 可是你要知道草分很多種 有一般的小草 很可愛的小草 也有豬籠草 什麼意思啊 那麼政治人物不要只聽他講什麼 要看他做什麼 2013年 那麼柯文哲那時候呢 無黨無派什麼都沒有 甚至於Nobody的情況之下 想要靠自己白色的力量闖出一片天 沒有糧草沒有組織 沒有人幫他打選戰 跑到民進黨去要支援 當時負責 那麼包括操盤 總糧草 最後終於包括當時我們在內 這些人去幫 當然還有一個非常可惡的 張藝善在內 因為他跟在柯文哲旁邊時間比較久 所以他可惡程度比較高 所以那時候大家幫他的結果 他當委當了台北市長 當時柯文哲當市長的時候 還跟柯建民還有包括他媽媽 一起到新竹城隍廟去拜拜 如果能夠當選台北市長 一定怎樣怎樣 當選了以後 又是原班人 又是柯建民 柯文哲 柯媽媽 一起到新竹城隍廟 感謝陳黃老爺讓我當選 當時柯文哲講了一句名言 好在新竹市在中央有柯建民 那個時候還好 還好 新竹市因為他是新竹人 還好新竹市有柯建民 沒有柯建民的新竹市怎麼辦 建設什麼都怎麼辦 然後怎麼辦 柯建民出了一本書 那麼出了一本書 柯文哲也硬邀去參加官禮的貴賓 表態支持柯建民當立法院的院長 當時 當時你怎麼 你怎麼不去批判這個老柯 柯建民 你當時把人家捧得高高的 對不對 捧得不得了 現在選前去年底 柯文哲批判 批評說 民進黨如果過半 柯建民就會當立法院院長 民進黨過半柯建民當立法院院長 不是你當年的心願嗎 十年前你的心願嘛 對不對 這就是這個人 面臨到當年的這個小草 現在已經變成了 不知道是什麼草了以後 柯文哲面對外界對他的質疑 他說 他後來沒有這樣對我 他後來有罵我 所以後來人家有批評你 有罵你 你就完全不知道什麼 叫做假鬼祭敗手頭了嗎 你就不知道 當年人家是怎麼對你的 怎麼拉拔你的 怎麼把你捧起來的 然後最後你現在說你給他賣鬼 所以我 他不是在選前罵王定宇嗎 說他有幫王定宇去台南站台 然後他有去幫王定宇什麼 參加他的募款 說跟阿朱 說是民進黨跟王定宇 大家對不起他 然後利用完他 有打完選戰以後 就把他甩到旁邊去嘛 你怎麼不講 2014年沒有我們有你嗎 講坦白沒有我們有你嗎 我們拿過你一毛錢嗎 從柯文哲對待同樣性柯的這個柯建民 你就可以知道 這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好所以大家也說你看 現在柯建民這個線 紅線畫的蠻準的 就是說 最好是不要跟這個柯文哲 還有這個黃國昌這邊還合作 不要跟民眾黨來這邊合作 但重點來了 柯文哲現在控制得了黃國昌嗎 我們先請教一下易三哥 因為之前不是有個消息說 柯文哲可能會拉蔡壁如嗎 來制衡黃國昌 大家想說蔡壁如好像不太夠 蔡壁如今天講一句話 跟黨中央有距離也是蠻美的 這什麼意思啊 他有真心會幫柯文哲這邊 先要從民眾黨內部派系來分析 常說四個人代表民眾黨的內部派系 柯媽媽 黃珊珊 蔡壁如 加上那個以前的高翁安 現在高翁安因為自己的案子的問題 分身罰術 分身罰術 逐漸的撤出了民眾黨 郭董也不挺民眾黨 其實高翁安背後就是郭董 郭董現在也不理民眾黨了 所以現在變成是蔡壁如結合的 國民黨因為蔡壁如在這個過程 選戰過程 藍白河的過程裡面 所以才有謝麗公炮打 所謂的蔡壁如 黃珊珊事件 整個國民黨才會把矛頭指向 叫做黃珊珊 那為什麼黃珊珊 現在民眾黨叫做黃珊珊獨大 我們從不分區立委 就可以看出來了 黃珊珊 林國成 吳春成 張祈愷 都是黃珊珊的人 八個立委有一半是黃珊珊的人 整個選戰過程 為什麼國內黨那麼生氣 柯文哲是聽黃珊珊的 為什麼柯文哲會聽黃珊珊的 柯文哲的決策模式你要瞭解 他會讓下面的鬥 誰鬥贏了 他就聽誰了 所以他現在變成 柯文哲自己也嚇到說 喂 對齁 我為什麼都聽黃珊珊的 所以整個選戰過程 讓他覺得說黃珊珊 在民眾黨內的派系獨大 他必須找人來平衡黃珊珊 第一個找的叫黃國昌 所以你不要忘記黃國昌 是在選戰他在藍白過局的時候 藍白河他簽了六點協議之後 柯粉們暴怒的時候 他去找誰 他找了兩個人來直播 叫做館長跟黃國昌 館長跟黃國昌 代表的叫做網路上的柯粉力量 所以他必須鞏固 柯粉力量的時候 他找了黃國昌 進來所謂的平衡黃珊珊 但是黃國昌就是一個人 整個民眾黨內的 整個黨務的運作也好 或者是不分區立委的席制也好 或者是組織系統 其實這一次民眾黨的組織系統 基本上都是透過親民黨 過去林國昌的系統 在招攬所謂的親民黨的人馬 所以桃園縣黨部才會發生 所謂的過去什麼馬志威 什麼新黨統治黨 其實跟林國昌關係都很好 都是所謂的過去親民黨系統的人 進入民眾黨 所以整個民眾黨內部的 所謂的組織的派系 現在叫做黃珊珊獨大 所以黃珊珊獨大的情況下 他想到一個人叫做蔡壁如再回來制衡黃珊珊 有兩點理由 第一個蔡壁如對柯文哲的忠信是無庸置疑的 第二個蔡壁如在藍白河過程裡面 他可以變成跟國民黨協調的一個管道 第三個蔡壁如跟黃珊珊之間的恩怨情仇 讓他絕對不會去挺黃珊珊 不會被黃珊珊所拉攏 甚至會鬥爭黃珊珊 因為黃珊珊當他要做副市長的時候 他開給柯文哲的條件 就是蔡壁如要離開嘛 所以蔡壁如才去做這個不分區立委嘛 蔡壁如因為論文事件辭掉立委之後 他最想要去選哪裡 就是中正萬華嘛 因為他台北市 畢竟他當了五年的地下市長 他非常台北市的組織脈路他是有的 但是被誰趕走 就是被黃珊珊的余美人趕走嘛 所以他才去征戰所謂的台中跟盧秀燕 產生一定的連結跟關係嘛 那盧秀燕很聰明的大力浮選了蔡壁如 讓整個台中的所謂藍白河示範區 柯文哲的選票大量移動到國民黨的小技身上 建立了戰功嘛 所以未來蔡壁如的動向 為什麼他今天講這句話 他要不要再成為柯文哲的棋子啊 我之前被你逗走 被你因為我變成地下市長 被黃珊珊逗走 你用黃珊珊來逗走我 現在又要用我來制衡黃珊珊 所以蔡壁如點滴在心頭 他到底為什麼要幫你柯文哲 去逗掉一個人 然後再被人家逗走 所以他才講出說 他不如留在台中發展組織經營 第一個 他可以繼續維持在藍白之間 在盧秀苑跟柯文哲之間的一個橋樑 這樣的位置 會比直接變成是柯文哲的人 去逗走黃珊珊 變成柯文哲的妻子 他覺得比較安全 那維持哥你在台中啊 那你怎麼看蔡壁如呢 如果你是蔡壁如的話 你會不會覺得我待在台中 二零二六可能還有細唱啊 我待在柯文哲旁邊 可能之後明年就沒細唱了呢 剛剛一算講的非常的合理 因為蔡壁如已經找到我們的乾媽 應該是叫乾姐 那個不是叫乾媽 蔡壁如這邊有戰功 我把這個邏輯跟大家講一下 在十一月二十五號 有台辦了一個戶外做 對 那我們中教授學會 派人去監控 不要說監控 我們也了解一下 因為那時候蔡其昌副院長 綜藝選區哪有可能 上面贏了六萬票 你怎麼贏錢贏少而已 好 來囉 然後這個看完之後 覺得還好 重點是十二月三號 那一天他競選總部成立 盧秀苑媽媽 乾媽 乾姐 帶來了 而且分兩個不同的Logo 一個是柯文哲的 一個是他的 這次所有的區域 民眾黨的區域 就蔡壁如選的最好 你跟蔡其昌 本來以為說中俄選區的紅派 大概台面上人路 可能一開頭也沒有太積極 最好輸七千票而已 八萬對七千三 來囉 結果呢 這一個台中市的我們的盧市長 大家都已經講到未來要問頂九五之尊 不要忘了兩年之後的2026年 剛剛提到江啟臣 藍白在台中絕對都贏 贏得非常 就是白色的也幫人大的忙 我問你啦 林靜宇 江兆國 莊敬成 張曉萬堅 這四個人 條件怎麼都比對方 絕力 精力 人品 都贏 都輸 然後這個狀況之下 蔡壁如雖然說是小輸 但是也立了戰功 那剛剛一戰講的 他要留在台中 在台北 我是給你看來 我看你 台中找到第二春的 政治第二春 所以蔡壁如留在台中要選議員 不是啦 他不是選議員 我是指說白色力量的年輕人 包括里長都跳過來了 蔡壁如可能會去做參議 參議就類似不管部的部長 也是一個局長的時候 這個一定會被盧媽媽給重用 你放心 那我來解釋這一局 白色力量本來在台灣市議員 就一席而已 就一席而已 現在目前年輕人靠過來了 我們去看那些場合 嚇到 包括12月16號韓國瑜 那一場幫蔡壁如站台的 一直到12月底說 我們就把吉昌的 他有一個子弟兵叫施智昌 吉昌後面說 吉昌 你有覺得怪怪嗎 你有覺得危險嗎 他說什麼危險而已 現在有 連賭盤只開不到2萬票 他說我們差 內叉那個差下去 差幾%而已 怎麼可能 蔡壁如 所以這一局裡面 整個在中部裡面 就是說在台中市這個 不管是江啟臣選市長 或是盧炫這樣要選總統 蔡壁如在台中有角色 在白色力量的16個選區 扣掉兩個原住民 這14個區 民眾黨一定會提出候選人 那你這樣算下來 14個選當然不見得14個上 但是你抓一半就好 會棲息 黨團是三個就可以成立 這個部分來講 在台中市白色力量 有他的位置在 所以蔡壁如就是變關鍵 他立起如在 我就不用在台北跟你黃三三 還... 你死我活 在台中這邊多溫暖 台中... 拜託 台中 又有位置 氣象... 氣候... 氣候不錯 人又好 台北這邊那麼刺... 警察哥哥站在面前 小五男童還是低著頭 不斷看手機 到警局後 一臉喪氣 還不知道幾個小時前 爸爸媽媽有多擔心 1月10號他放學後失聯 結果是跑去看阿伯 台下小草們搖旗吶喊 小五聲就是來民眾黨 基隆造勢場合湊熱鬧 11歲的學童獨自前往 連基隆市長都嚇到 我也搞不太清楚 為什麼他們就是有一些小朋友 好像投入了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應該還是要去思考學習 黨務上也要往這個方向去改革 小五學童 眼睛緊盯台上柯文哲 民調專家分析 柯文哲選票本來集中在 20到39歲居多 後來又擴散到49歲 跟藍綠真選票向下扎根 16歲以上族群成為選候目標 放眼2028 非常高密度的高 會進行柯文哲 而且重點是 字面以後他們有什麼標準 對 那這塊也是變成 現在藍綠在這次選舉上面來看 是比較弱的地方 警方表示小五男童 當天被學校留下來寫作業 心情不好才坐公車到基隆市區走走 轉向國門廣場湊熱鬧 民眾黨發出聲明表示 小五男童跟柯文哲無關 強力譴責錯假訊息攻擊 小五男童看造勢場合釋放壓力 卻讓一票人繃緊神經 新竹棒球場工程何時改善 從去年八月底高宏安大飛周章 請來美國廠物專家查驗 球場如今荒置一年以上 據傳聚家營造和球場改善進度 無共識興起和事故解約念頭 會不會是因為新竹市其實有所謂的大祕寶 高宏安在2022年宣稱新竹有大祕寶 期間也多次開挖球場 2023年八月更是找來 美國廠物專家挖譜送宴 美方給出三大改善方案 最後市府決定採取全面更換 天然草皮進行改善 高宏安上任一年多未有動作 預料解十八號居家營造和市府開會時 透露想解約和潤培離開的想法 主要是有太多因素無法確定 加上改善工程拖太久 現在未有確定方向 我先並沒有收到廠商任何解約的趨勢 請外界不要補工作而已 放球場的面外工作 皆在持續盡量當中 即便是補人員出面駁斥 改善工程延當一年 民眾何時才能等到球場再度啟用 可怕遙遙無期 接下來三黨正式進入國會之後 大家也要選委員會了嘛 那潛艦國造這個國防委員會 會不會是接下來的一大難題呢 我們請教大家正號 因為你看這一次只有王定宇 江啟成跟馬文君是連任的 那到底誰會再進入委員會呢 現在說沈柏陽 許巧欣有意願 那國民黨部分區的前海軍司令陳永康呢 現在也可能進入這一區 那接下來對潛艦國造來講 三黨要怎麼樣合作 會不會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我覺得狀況是這樣 大家也不用擔心太多啦 原因是什麼 因為當年其實坦白講 大家是已經有一個這個心理陰影 就是兩千年曹小野大的時候 就是說民進黨執政然後立法 可是為什麼因為那時候立法院在幹嘛 其實都不知道 然後那時候的頻道也沒那麼多 網路也沒那麼透明 也沒有什麼國會直播都沒有 所以很容易大家講講 我就把它背個好 對 可是問題是喔 現在狀況就這樣 現在太透明了 尤其是國會頻道 以及立院記者 所有你要講的話 媒體已經盯著 所以未來一定會發生一種事 民進黨要推政策 國民黨或民眾黨可能要黨 或可能要反對 可是很簡單 你只要黨跟反對 你要講出個道理來 你講出個道理來後 黃國昌可能講歪理 講個歪理完後 民進黨立委要馬上 針對黃國昌歪理去做反駁 我的意思是 除非國民黨跟民眾黨 未來四年就是要當個擺爛的反對黨 什麼都擺爛 什麼都焦土 可是如果走這條路的話 不好意思 未來再選一次立委說 這些人會全掛 這太透明了 那好 那就變成要講道理 講道理大家就要拚 其實民進黨 好我今天要潛艦國 第二艘 你國民黨要擋 你民眾要擋 你講出個理由來 你的理由如果對 但他風向在你這邊 民進黨摸摸鼻子 可是如果理由不對 葉原資沒辦法拗 那就過來 那就潛艦國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會 他會有一個 蠻透明的狀態 所以阿川才會戲成 戲成說什麼東西 未來這個要做個國會直播組 告訴大家現場發生什麼事情 要不然不曉得 現場到底誰在投降 我覺得真的搞不好 可以變成一個職業 國會直播組 這一塊 那另外一塊 這是最好的 大家都沒在被民眾黨八席綁架嗎 對 民眾黨八席讓人家覺得 太誇張什麼 端那麼高 你才八席搞成這樣八十席 出考卷就要藍牌來打 四個承諾 阿川講最好啊 你給我承諾 我說好啊 好啊 然後呢 OK 沒辦法 邊緣化他們把關鍵少數變少數 結果果然藍綠都老江湖 對 你只有八席的在裝八十席 大以巴郎 對不對 我藍綠又不瞭你 理都不理 把你當空氣 對不對 所以黃國昌摸摸鼻子 原本還笑想副院長 摸摸鼻子就說 我不在乎位子 我要去執行 什麼什麼東西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最好狀況 八席的人就八席 少囉嗦 也少吹牛 一一三席佔八席 一成都不到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藍綠未來就是這樣 全部無視黃國昌 搞不好很多案子 做老科 就跟國畢那種喬一喬 兩個就通過了 對 我們不需要看民眾黨 對不對 對啊 我懶得理你 那如果說民眾黨知道說 我就是硬蹭上你 如果說民進黨就尖閉親眼 我不要綠白河 那民眾黨硬撐上你 怎麼辦呢 第一個在民進黨立場 我百分之百沒有綠白河這件事 我根本不理你 柯總長講得很清楚 除非你起義來歸 什麼叫起義來歸 我一毛錢都不付 你要投資起來 對不對 柯總長講了 為什麼要尖閉親眼 很簡單 長期戰略是什麼 我把民眾黨往藍的推 長期戰略2026 2028 又有藍白河的問題 對不對 短期戰略是什麼 我為什麼要被你勒索 少數就少數 你幹嘛加關鍵兩個字 那國民黨也一定 國民黨現在也沒有人 要跟民眾黨談 直接說韓江沛對不對 他說如果你願意 江起承可以退 意思是什麼 也是起義來歸的概念 兩邊都沒有要理他 所以我跟你講到最後很有可能 民眾黨去隨便亂蹭哪邊 黃國昌一個人團結了 國民黨跟民進黨 反倒團結藍綠 然後黃國昌幹嘛 每天都開計程會 刷存在感 刷存在感 各取所需 所以我覺得國會 大家也未必要這麼的這個失落 這些都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所以大家說黃國昌到最後 該不會是工程之一吧 製造了藍綠盒 好但要請教義川哥 佩奇又來了 佩奇昨天又PO文了 奇怪 奇怪 那個民眾黨這次變老三 這篇好像很難翻過去 陳佩奇第二次PO文 說為什麼是侯政科富 他第二次PO文說應該要是科政侯富 不然什麼民眾黨會輸 裡面寫說國民黨 當時口口聲聲所說的 要在野整合 根本不是以政黨輪替為最大目標 而是他們要當政的 絕對不會退讓為前提 然後左拐右騙 硬拗先生去當富的能贏最好 不能贏 至少也打趴了科文哲 拖垮民眾黨 讓他們能維持最大在野黨的地位 先生說他輕忽了這個黨 要找人整合的惡意動機 的確 人被騙了一次之後 就不會被騙第二次 我被騙了之後 不是鼻子摸摸就算了嗎 我就老三了 幹嘛還要再出來寫第二次呢 好 這個是陳靜宜 這個科文哲的節目聊 他說 第三夫人 第三夫人 應該要想一想 全臺灣有百分之七十三的真實人類 不希望科文哲當選 自己要懂得檢討 另外呢 凱道直播 雖然創下了臺灣歷史上的新高點 直播三十億萬人同時收看 但是真正能投票的 到底有多少人 海外多少人 後臺看一下都有數據 你沒看嗎 怎麼現在佩琦又來po這一篇呢 佩琦跟柯媽媽的資訊來源 都來自於柯文哲 回家以後睡睡念 所以陳佩琦的資訊一定是柯文哲告訴他 那柯文哲到現在還不覺得他輸了 他覺得應該是去弄坑 不是耶 一月十三號到現在都幾天了 所以他還覺得說那個什麼 口號開票有瑕疵 什麼什麼什麼 就講那些事情嘛 那這些事情當然也影響了陳佩琦 陳佩琦這第二篇文章的內容 好像是他最近才知道呢 不是跟上一篇有點衝突 就是藍白河的那個階段 他們都不知道他們被騙被整還是怎麼樣 我們節目都有跟大家說 對但是他們的老代理頭還是覺得 按照民調他們會贏 我不管啦 反正我們就要贏就對了啦 所以整個這個柯文哲 陳佩琦柯媽媽 全部都還陷入在那個 我們為什麼會輸的這種邏輯 就有點類似像柯文哲 第一次沒考上台大醫科 柯媽媽應該就說 我們文哲啊這麼認真這麼聰明 怎麼會扣不住 那會扣不住 還是老師扣不住 還是電話扣不住 搞不好他媽媽 柯媽媽當時就是這種心境啊 所以他們現在還是覺得說 那個開票應該有問題 他們可是各位要回頭搶 他們的資訊來源都是柯文哲 所以到底誰給柯文哲 這一種錯覺 當然就是他一場一場的這個什麼 什麼小潮的啦 這種粉絲的這個活動 然後那個民調把手機比例調得很高很高很高 讓他覺得有這種這種幻覺 所以他們現在沒辦法 沒辦法跳脫出來 所以接下來呢 這個民眾黨的下一步啊 搞不好他們還會很自以為是的 比如說下一次的這個縣市長選舉 他們可能會自以為是的說 我們選一定會贏 尤其對到那種333的選區 就是說像桃園這種 桃園的這個柯文哲的票是三成 台中也是三成 所以你說這一個民眾黨在台中市長這一役 他們會不會缺席不會 一定會出來 只要是333的 他們都會參與 但是呢 如果遇到432的 就是民眾黨是2的 這民眾黨就不一定會動 可是他們如果看到他們有三成 包括像什麼新竹市 新竹縣他們也接近三成 所以搞不好 新竹縣他們也想要參與 那這樣的話藍白河的機率 會不會在2026就越來越少了 反正我就一定會提人 現在就已經沒有了 還有什麼藍白河 那不可能藍白河了 剛剛這個教授 紀教授講說 這個蔡壁滷會被用 不要說了 盧秀燕 盧秀燕只把他用完之後 就把他冰起來 也把他丟掉了 他好像贏了什麼參議之議 什麼議員 副市長給鄭道行 那叫這個可愛動物區 在議會的時候 坐在邊邊角角 沒有人會理你的可愛動物區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總是還要用一下 這是一個民眾黨的不吉祥物 放在旁邊 所以我是覺得這樣 就是接下來民眾黨 也不要自以為是 然後傻傻的 以為國民黨會跟你 在部分的地方合作 如果你這樣想 你就會陷入到 這一次總統選舉 到最後你們還是要開戰 所以請教一三哥 所以你看佩奇 幹嘛在po這一篇 刷存在感 就是不敢玩 我要跟藍的切了 都是藍的不對 都是國民黨的不對 那你看是民眾黨 也很怕他們的勢力 漸漸變小 明天有兩場活動 北部一場聆聽小草 中部有里長訓練座談 是不是民眾黨 柯文哲也發現 哎呦我要怎麼樣 維持這股勢力呢 陸戰開始 又突然發現很重要了嗎 選前怪民調 選後怪作票 怪小草不出來投票 即使小草全部投給你好了 你200828年還是不會當選 網友非常仔細的整理 說沒錯 年輕人手投足會越來越多 但是到了20028年 他們算手投足 柯即使是七成的手投足 在三四十歲以下都全部投給你 七成投給你很高 其實在民調上面大概柯不到五成 但是他們估七成都投給你 三八四三千三百八十四萬票 那八成的投票率才三百萬票 也就是說 如果你只經營所謂的四成 四十歲以下的這些年輕人 還是不足以柯文哲當選 也不是賣掉 全部八成都出來投票率夠高了吧 你怪小草不出來投票 現在都投給你 而且八成投票率都算你的 你還是不會上啊 所以柯文哲的問題還是說 為什麼你要檢討 你為什麼四十歲以上的人 你沒有人支持你嘛 這個東西就是你自己最大的問題 最大的魔葬嘛 那包含小草你越經營越小 現在已經不只是二十歲 那經營到十五歲十六歲 甚至有國小六年級去參加活動 然後沒回家被人家搶 被人家搶 嚇死了 所以你這些小草 你往下經營會產生很多的這些相關問題 民眾黨的所謂的入黨年齡是十六歲 十六歲到底合不合法 其實是有問題的 因為你要入黨的時候 要不要家長同意書 十六歲是沒有完整的法律責任嘛 所以你還要帶家長同意書 跟柯文哲一樣 談判都要帶家長同意書 他到底有沒有自主性 你看他台北台中辦的這兩場 對他實際這個拓展的票源有效嗎 有限 因為你來的還是年輕人 所以你還是最終回來 你還是要透過選舉 透過提名一些 我覺得年輕人去參政很好 去透過參選所謂里長議員 然後去經營這些基層 然後去服務這些阿公阿嬤阿伯們 這些小草才會長大嘛 否則這些小草 看你一次選輸 兩次選出 我跟大家講小草會變仙草 什麼叫仙草 黑的 黑色的 所以變成科費 那你教育一下柯文哲 怎麼樣才能拓展陸戰 怎麼樣才可以壯大聲勢 維持認證 這一次柯文哲至少成功一點 我們必須看選票的轉移率是提高的 譬如說中和的秋成員 他拿到兩成的選票 跟民眾黨的政黨票是一樣的 秋成員才選一個月 之前還被李正浩虧說 那個服務處都沒開門 27天沒開 對所以等於是他才經營一個月 因為他可以拿到民眾黨的這個政黨支持度 也就是說柯文哲 現在已經凝固他所謂的支持者 可以百分之百幾乎百分之九成八成 轉移到他的候選人 所以他有一個基本盤 所以他未來如果推薦一些優質的年輕人 下去參選議員 他是在所謂的四席五席的複數選區裡面 都可以拿到一席的這個席次 如果拿到這一席的席次 你在每一個縣市 你就可以形成黨團 就可以在縣市黨部裡面 形成你的縣市黨部 然後再透過所謂的年輕人 去服務老年人 把你的年齡層往上拉 這個才是你民眾黨 可能未來發展的可能路徑 但是柯文哲會不會這麼做 還是他還是繼續迷信他的網紅政治學 我們等著看 因為我相信柯文哲 還是會迷信網紅政治學 好但這一次柯文哲選到老三 其實不只這個很多小草哭哭 還有人要哭誰哭呢 主頭哭了 還有很多嚇住的人哭了 因為很多人看到凱道這一場想說 人潮那麼多 運啊運啊運啊 我投柯文哲當總統就對了 結果請教維智哥 主頭跑路 輸慘了 有人豪質了 一億六千多萬賭 柯文哲會勝選 一億六千多萬 如果換成這個雜貨雜貨雜貨 我丟到馬桶裡面 還有噗通噗通的聲音 這個投給柯文哲 覺得他會勝選 沒聲耶 一億六千萬有去無回 一億六千多萬 有一組人啊 大概從去年就開始 一三個月三個月就在說 那個時候大家得到訊息 可能他們的訊息 跟柯文哲拿的訊息是一樣 他覺得他會中 放消息的 這種事情是這樣 在台中地區 那個時候藍白鵝 還沒有談得那麼白的時候 還是真的有聽到一些說 大家要投這個柯文哲 所以這一批人 他們都賭了一億六千 因為我們到12月底 一月初已經抓了 我們警政署已經抓了 他一億一千多件的 這個 台中 尤其是我們台中 不管是電腦幫的 就是直接上線賭的 還真的不少 一支 我們只要一支一萬 一支一萬 那麼這裡面就有一個工程師 他說他也是屬於柯文的 他過年落過 那時候讓票讓一百萬票 是賭誰呢 就綠讓白的 那是抓柯文就抓第二 對 一百萬票他就落下去了 說他的車本來是十八路 要做Luxus 這樣 那時候真的 那他丟多少錢 他用的 60支就等於是60萬 結果開出來的票 你注意看 我們有一張 這個是 封盤錢的最後 這個厲害 這個抓得 這個無情真實的 為了預測 他時間是1月2號 我們1月3號 是daylight 1月3號 你看他所說的 他抓這個部分 賴清德40% 這個侯友宜這一組 38% 那麼柯文哲這一組 22% 算是 賴清德40.05 對吧 那個柯文哲是33.49 那麼這個 侯友宜是33.49 柯文哲這組是26.46 不會差太多 不會差太多 所以說這裡面最後的丟盤就是用這個 所以最後一個禮拜 那個下注要壓的時候 是壓的是 因為柯文哲很變數很大 大家不好怎麼抓 所以只抓賴跟誰 跟侯友宜 我剛剛不是講到那個 蔡壁如嗎 也有人單獨開立委盤的 在我們台中的立委盤就很好 那叫火車龍 火車龍 比如說我剛剛講 我們台中倒了四個 因為我們八個選區 八個選區把那個 比較有五五波的拿出來賭 有看頭的啦 你就可以下注四個 你這四個如果都下注對的話 不得了你的倍數 是可以賠到14倍15倍 要怎麼輸呢 輸不然你賠一萬 你賠一萬就輸一萬而已 但是你這萬還是這四個都賭到 一萬是可以賠到14萬 一賠14 所以在這裡面就是說 這個賭盤本來已經都蠻under table 實際上這個賭盤 比2020年還多了一倍 因為來到三角度的問題 競爭激烈 所以這個 因為也玩立委盤 總統盤當然是收的盤 我講個一個題外話 連我們的總統府級的 執政級的角色 國營事業的這些綠色的人 你問路嗎 沒有人跟賴清德 跟他抵襲了 我們既然加油 跟他抵襲了 你有做頭 有人要收嗎 結果就真的 到最後一個禮拜 要賴清德的完全都沒有了 請教一下瑞德哥 真的是有人招勞 還是有人丟了 輸了好幾億 對 沒有錯 這個選舉裡面 選這個 包括侯獲科 或怎麼樣 大概全台灣 我們目前看起來知道的是 有兩個人總共加起來 簽了兩千多萬 這兩個人中逗 他們中逗就對了 他們最大的受害者 兩個都逗就對了 因為一個好像是簽一千三百多萬 一個簽七百多萬 認為侯科一定會 對 他們認為會贏 他們認為自己賭自己 相信的就對了 有時候這個簽註 跟你的信念是不一樣的 可是那時候一定有人放消息 我告訴你 如果是一飛衝天不可一世的時候 你哪想到前年十二月的侯友誼 那些人都要國民黨九合一大勝 侯友誼五十五 四 五十八的民調 你怎麼想到他會來兵敗如山倒 最後開出來 輸了個人九十幾萬票 快一百萬票 所以有時候 那麼台灣玩這個 所謂的總統賭盤 對不對 我曾經有一次上節目的時候 旁邊有個立法委員 他也去玩過 一般一柱是一萬塊 那有時候玩很大的 他們一柱會玩十萬塊 然後這位立委 對不對 他有意思 他總統總統壓那個敵對政黨的 總統壓敵對政黨 這樣可以嗎 聽一招 為什麼說他等幾百萬 聽一招說他等幾百萬 算得真好 不知道人家就對了 我說你這樣怎麼對 你自己去壓逼 他說理智跟理想 是兩回事 遇到現實一點 事實上台灣總統大選 最嚴重是發生在什麼時候 二零零四年的三月二十號 為什麼 聯宋兩個合起來以後配阿扁 前一天發生三一九槍擊案 兩顆子彈改變了整個命運 我們必須坦白說 在此之前 聯宋那個民調幾乎都是拉鋸非常高的 所以後來才誤判情勢 本來聯宋陣營有人說 要不要申請就暫停那個選舉 結果沒想到他們誤判 那種說不會影響到 因為民調差那麼多嘛 開出來以後差不多幾萬票 那一次開選 本來大家都壓 一定壓一定是這個 等於說聯宋當選 開選之後走一頭走路 沒走不行 就一定要走 因為那個是幾億幾十億 沒走不行 所以你就知道 那這一次 這一次其實你說 除了這個總統之外 立委有沒有 有 尤其在屏東 屏東平南的徐富奎 徐富奎其實 大家不知道那個主頭 那個全台灣我們這一次抓 金額最高的相關的總統賭盤 跟立委賭盤的 其實是在屏東 在去年十一月 就先抓了一個四萬五 四億五千萬的 隔美幾天又抓一個三億七千萬的 兩個加起來都已經超過八億多 我一定很快李正濠他們 誰要李正濠他們 這邊抓 抓了一大堆 本來想說已經抓一波 不要再抓了 又抓一波 結果全抓了一個 擔擔屏東 這一樣抓十幾億去 你知道嗎 抓了一大堆 那時候本來都不看好徐富奎 因為徐富奎剛剛出來 他是一波三折出來的 所以本來都認為說 徐富奎必敗就對了 沒想到後來逆轉勝 抓到這樓 慷慨激昂的北韓官媒 最新紀錄片中 南韓媒體火眼金晶 一眼就發現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從一輛黑色SUV下車 後座車門上 還刻有國務委員會委員長標誌 這正是賓士集團 旗下奢華房車品牌 賣巴赫車款GLS600 是賓士最貴的SUV商務汽車 要價2.6億韓元 約台幣六百億十萬 新車不只這一台 就在上個月金正恩 在公開活動上 也一樣從同品牌的奢華轎車現身 這回款式在南韓售價更高昂 落在三億韓元 約七百二十萬台幣 而北韓還不只金正恩 一人平平大秀新車 一輛輛黑色豪車接連登場 官員們宛如霸氣 總裁般帥氣下車 上個月勞動黨大會上 包括總理在內等北韓最高級別 官員們都是搭乘兵士S級轎車紛紛抵達 南韓媒體炮轟 北韓多次曝光金正恩 和其下官員做名車畫面 是嘲笑聯合國安理會 對北韓的經濟制裁 該制裁中明確禁止昂貴車輛 和其他交通工具進口到北韓 北韓全力階層 大搖大擺表演走私成果 也再度激起南韓 內置國際社會不滿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大秀軍事肌肉 如今又有最新動作 雖然未公開水殺核武器的確切時間與成果 但北韓官媒朝中社19號在官網上表示 梅日韓盡期舉行的聯合軍演 威脅北韓安全 為了回進敵對勢力的挑釁行動 因此進行能夠製造放射性海嘯的核武器 海嘯水下無人體實驗 不僅如此 北韓官媒更釋出紀錄片 腰膊化梅日韓三國結盟關係 南韓媒體表示 紀錄片當中除了不斷鼓吹發展和力量 金正恩去年8月視察兵工廠時 後面的紅色掛牌上更顯下 敵人正在點燃戰火 因加速生產武器消滅南韓傀儡政權 2024年才剛開始 金正恩連放狠話宣稱與南韓和解是錯誤的政策 還批評試射能夠攜帶核彈頭的超高引組飛彈 不過專家分析 金正恩既出開戰威脅恐怕叫囂成分居多 CN報導指出金正恩頻頻頻挑釁的自信 主要來自於與盟友中國和俄羅斯之間 持續深化的緊密關係 由老大哥撐腰加上國際局勢持續動盪 如今再度大受核武器試驗 也讓東北亞緊張態勢繼續升溫 好 回到金包新聞線還有更多來賓 教我們的現場 首先先歡迎財經專家邱明寬明寬哥你好 宇京好 大家好 好 稍後現場財經專家會教我們的現場 我們就來看一下 最近北韓金正恩有發瘋了嗎 之前金正恩不是才狂吼說 誰拿核武威脅北韓就要核爆他 沒有想到現在核爆自己的 居然是金正恩自己嗎 去年三月已經來過一次了 請問一下瑞德哥 北韓這次又發痕了 來個水下核爆是要針對誰呢 沒錯 聽起來很可怕 聽起來好像不得了對不對 水下核子是爆核子魚雷 好炫好可怕 為什麼好像全世界包括國際股市 好像都沒有什麼工作 因為很簡單 那個是落伍的老舊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北韓曾經數次在陸地上面核子事報 引起國際以美國為主的聯合國制裁 這次北韓又號稱宣稱 他在日本海的附近經過大概71個小時 在水裡面這樣繞成功了 在由他的所謂的海嘯5-23試驗的相關的 所謂水下核子魚雷 然後進行釋爆成功 然後還聽說還這個偵測到一個2.4的相關的 這個等於說地震就對了 因為核子釋爆 那個覆測的時候會有引發那個 對沒錯 那為什麼不爽 為什麼不爽 那美國以這個核子動力潛艇卡爾文森號為主的 戰艦跟日本兩艘南韓兩艘 繼續三國總共九艘 在這個附近的進行這個 所謂的激州島附近的聯合軍演 這個地方是三個國家 九艘潛艇當然包括下面一定有核子潛艇 九艘這個戰艦下面一定有核子潛艇 然後包括這些相關的飛機等等 這就是要動射 動射動射一下北韓不要太敗就對了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是什麼呢 因為呢 那麼為什麼剛剛講說北韓的這個水下 魚雷核子釋爆沒那麼嚴重 它只有一個功用是什麼呢 以前以香港航母艦隊為主 我把你撞到附近 撞一下對不對 把你這個艦隊炸掉 但後來像這樣的大規模的 那種幾個十隻幾個百隻 那種海戰已經過去了 所以現在比較 而且它的殺傷力比較小 為什麼 因為海底引爆 海底引爆之後 你絕大部分的相關的殺傷力 都被海水給吸收 所以你是變成局部性的 所以這也是 包括美國有 俄羅斯有 大家都有 到後來美國還有一千多顆 連爆都不想爆了 到後來大家都 就不再發展 不過它的這個北韓 因為太落後 速度又太慢 所以現在還不成氣 不過俄羅斯要小心 為什麼俄羅斯又快 又狠 又有一萬多公里 北韓這次只有一千公里 俄羅斯一萬多公里 號稱可以端掉你一個 美國沿海的大城市 或者是一個大基地 那麼除此之外 比較讓美國反而比較注意的是 這個北韓常常發射 它相關的這個 這個飛彈等等 那它現在呢 俄羅斯發射北韓製的飛彈 為什麼俄羅斯的飛彈 因為已經發射到六七千枚以上 沒有飛彈欠缺彈藥 所以正式跟北韓藥 他們已經正式合作了 那北韓給他這些飛彈 給這些炮彈很多 不過他們要注意的就是說 有時候這些品質沒有那麼好 品質沒有像那個 他們俄羅斯曾經發生過 那個坦克一發射出去 砰炸 這輛可能會傷到自己 沒錯 結果這輛坦克就爆費 沒有錯 所以反而這個是這個是北韓的這個產品 提供的這是武器嗎 北韓出品 有點這個要小心 那除此之外 好 金正恩大元帥 不僅帶著他的這個長女到處去 我們告訴人家接班人 是我女兒對不對 他最近你看頂級的SUV GLS600 大概呢 快要九百到一千萬左右的 這個賓士級的休旅車 裡面應該也有防彈設備幹什麼 這是他的新丑 他的新玩具 他很公平喔 他不是只有他而已 為什麼 金正恩自己換了這個千萬 賓士車之外 他的重要幹部官員也都換新車 他在幹嘛 他在嘲笑美國為主這些聯合國 為什麼 你們不是過經濟制裁嗎 我還不是要有錢換新車 他有些東西可以 源源不斷的偷偷出去 他就代表所有人偷偷提供給我的 飛彈都可以給那個等於說俄羅斯 那我些東西當然也可以從朝鮮跟俄羅斯邊界 這樣不斷的交換嘛 俄羅斯會聽你的嗎 雖然俄羅斯也被這個經濟制裁 可問題是俄羅斯畢竟比較大 所以除此之外 那麼北韓尤其是金正恩 他下令不准整個朝鮮 他現在不是說 我已經跟你不是要統一了 我已經不跟你南韓要統一 我要消滅你 我們是敵對兩國 我要消滅你 所以他禁止他這個朝鮮的人民去看這個相關的南韓的韓劇 你如果越看韓劇的話 韓劇越生氣 現在甚至於修改法律最重可以判死刑 那麼韓劇判死刑 那麼還好我沒有在韓國 不然我都剃光頭 什麼剃光頭 你如果在北韓朝鮮的話 你不是要槍斃幾百回被砲掘解決了 兩個十六歲的小朋友 就因為偷看韓劇 所以在眾人面前上手銬對不對 然後找所有的同學什麼東西來看 為什麼 判勞改整整十二年 他們才十六歲 關出來就二十八了 我跟你說 你先聽清楚 不是在監獄裡面 或是在少年看守所 不是 是在勞改營裡面 勞改營裡面是要勞動服務 是要被虐待行求的 所以他們能不能活著出來 都是一回事 所以他藉由這樣的動作恐怖統治 對不對 一方面他的女兒 像個公主一樣對不對 但是別人的小孩 對不對 你就知道金正恩 現在在北朝鮮 是如何實施恐怖統治 不過大家也說 你看金正恩這個發磋狂 甚至也讓大家看說 哇 這個車子那麼厲害 但是賓士車一千多萬 這個曼巴赫開出來 北韓人不知道 北韓人當然不知道 重點就是他要讓美國看 就是說你制裁沒效 好但我們要請教證號 北韓現在不只研發水下核彈 還提供導彈給俄羅斯 那這人來講 應該覺得他武器蠻厲害 秘密武器應該蠻多的 沒有想到現在全國軍力排行榜出來 北韓沒有名次 為什麼 太弱太爛嗎 有啦 有輸 輸給台灣 所以台灣最新的最新軍事排 2024全部的軍事排名 第一名是美國 第二名俄羅斯 第三名是中國 第四名是印度 第五名 韓國是第五名 日本是第七名 以色列17 烏克蘭18 台灣24 北韓36名 那這個排名其實每一年都會排 這個排名排的過程中 包含軍事單位的數量 財政 後勤地理 然後去盤點你到底有多少家飛機 多少個船 可是我比較想講 這個排名其實一年都不準 不準嗎 一年都不準 很簡單的 烏克蘭第幾名 18 俄羅斯第幾 第二 怎麼打到現在打不贏 對不對 所以這也可以買榜嗎 不是 他不是買榜 因為他是用 他是類似於就是說 紙上來統計 俄羅斯坦克 原本開打之前2000台 他用數量來統計 那烏克蘭100台 那俄羅斯當然高 那戰機他可能會比較細分 第四代戰機幾台 4.5代幾台 5台幾台 可問題是俄羅斯灌水 對不對 所以這東西是不能這樣比較的 還有烏克蘭打了半天 你也拜託 現在誰敢跟烏克蘭打仗 對不對 烏克蘭現在搞不好比美軍 武器大權 比美軍還會打仗 對不對 誰敢去打烏克蘭 你叫習近平去打烏克蘭看看 習近平第一個說跟你說不要 不要開玩笑 所以說這個東西 第一個不準的 第二個不準是北韓 北韓雖然只有36 可是恐怕鄉 恐怕無天龍 對不對 北韓可以跟你拼 我可以跟你拼到一兵一卒 我可以打核彈 剛剛笑他核彈落後對不對 再落後的核彈還是核彈 好不好 他敢打 所以南韓剉的要死 南韓第一名 南韓第五名 北韓36 那為什麼南韓不反攻北韓 因為北韓比較瘋 對不對 所以這是個帳面數字 但是唯一對我們來說 台灣還少會退後一名 23名變24名 可是這都無所謂 因為我認為我們退後一名 可能是來自於是 我們兵役還沒完全轉回一年 還有我們飛機剛好在淘汰 雖然這個排行不準 可是我們還是要看中國 對不對 中國其實現在武器 有好幾個武器是值得台灣警惕 以及世界大個股來警惕 一個是東風100的飛彈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其實就是東風100的飛彈 它超級神秘 它是一個車載型的飛彈 那這個車載型飛彈 它在2019年中國國慶之後 有露臉 之後就再也沒有露臉 為什麼 它是中國火箭軍的大殺器 第一個它的射程非常遠 它射程是2000公里 等於整個第一島鏈 乃至於第二島鏈 都在它的打擊範圍之內 第二件事情 因為是車載 你根本不知道它會佈置在哪裡 它隨時開隨時走 你要去打它都很難 第三件事情 它有非常非常好的精準度 慣性導引 紅外線導引 雷達導引 光學導引 所以在這麼多 多重福爾斯的導引之下 它打擊目標範圍 只有五公尺的誤差 這很誇張 五公尺 2000公里 五公尺誤差 是多誇張一個狀況 所以中國一直把這個東風100 作為他們對抗美國的一個中級殺手線 這第一個 第二個叫做無針巴無人機 這個無針巴不是中和愛哭包無針 是無人偵察機 你很過分 無針巴 我們現在看到就是無針巴無人機 這大型無人機 你看這蠻大 它的長是11.5米 那速度最快到6馬赫 這是有個Meg 你人在開飛機的時候 速度快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那個拘力人會受不了 所以能夠到1馬赫 2馬赫 其實飛機已經很誇張了 所以原則上 其實 飛彈去追飛機 都追得到 都追得到 飛機在應付飛彈 只有一招 叫做打樂彥彈 然後把它趕走 那這個東西 因為無針巴 不是中和愛哭包無針 我再講一次 無人偵察機上面無人 所以它沒有所謂的拘力的問題 那可以讓這個無人偵察機 可以飛到6馬赫以上 速度非常快 所以再加上它外型 你看這外型 其實就是所謂的 叫做逆中設計 所以它是可以穿透到 任何一個房區去做偵察 以及我們剛剛講 回到剛剛那個東風100 不是有所謂的雷達指引 跟光學指引嗎 這個無針巴 假設是穿越到台灣總統府上空 在台灣總統府打出雷射 為東風100去做導引的話 那個命中率叫做百分之百 所以無針巴配東風100 那是非常非常厲害 第三個就是死光A型 其實就是叫雷射炮 這個是還在想像當中 現在各國都在研發這個雷射炮 號稱的這個雷射炮 號稱什麼兩秒鐘 可以擊穿航母的鋼板 這都只是號稱 為什麼因為雷射炮 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試散的問題 就是說我光學如何 能夠讓它的能量 集中在一個點上 不往外散 然後那個能量強度要到 其實他們講很難 可是問題是現在美國 中國 以色列 都在發展雷射武器 最好用來幹嘛 打無人機 打無針 因為無人機很便宜 很快 然後你拿飛爛打不划算 可是如果用雷射武器去射 零點幾秒射一個 那更便宜 像這種雷射武器 發射可能幾十美金而已 所以幾十塊美金而已 所以這東西也是下個階段 美國跟中國在競爭的項目 總而言之 言而總之 中國確實在科技上 推動了非常多軍事的新武器 不過中國現在面臨到什麼呢 經濟不好 你還有錢來發展武器嗎 因為大家知道港股還有陸股 真的跌得亂七八糟的 一個好消息 記不記得禮拜五發生什麼事 台積電大漲了38點 收在626塊錢 很多的小股民說 終於解套了 包括我就是其中一個 很多人很開心 因為外資認錯了 買超了801億 史上最高 美股也進入牛市 那好啦 現在陸股這麼爛怎麼辦 我們請教一下陳彥 因為之前這個 中國最愛國的總編輯胡錫進 不是說嗎 只要跌破兩千八百點 他就直接跳樓 個禮拜三看 砰那一根 其實大部分人都嚇到 因為我覺得方向是不是弄錯了 應該是往上 不是往下 應該是往上 還是我應該把螢幕倒過來看 大家期待的谷底反彈 怎麼沒有反彈 沒有出現 那當然也有人說 是不是因為川普這個愛爾华州 全面性的南瓜最後勝出 對中國股市跟經濟外來發展更嚴重 實際上我覺得這個下跌 其實還是在實際的反應 投資人信心的一個不足 中國自己內部的問題 自己內部的一個問題 那你看到胡錫進 所以我有時候常在講 賞戶你買股票 自己不要太大啦啦的宣傳 因為賞 韭菜永遠是反指標 沒有他是反指標 胡錫進最大的反指標 他當時大大的進場說是底部 然後很多人似乎好像也跟進了 那也有人開玩笑 說散戶勇敢買進的時候 往往都是股市 還有可能再下跌的 所以大家以為胡錫進是內線 結果不是 結果不是喔 他其實是被弄成內線 包子的內線 那他最近講話也開始 因為他就說如果跌破兩千八 他就會再加碼 甚至會槓桿 但是我還是勸習近兄 就是說你不要槓桿 因為槓桿交易到最後 你的這個這個身家 可能會全部被清空 那當然他自己也 這是網友幫他做的喔 他說如果真的 最後如果剩五萬不完 那我的想法是 現在趁早收手 你可能剩下還比五萬還多一點 不過我心裡在想的是另外 如果胡錫進盡早說不完 股市搞不好就因此而反彈 對 所以我鼓勵他 就說不完了 收手了 你就真的不完了好不好 但是說不完要真的不完不能嘴巴講 其實中國經濟的問題 股市的問題其實非常的多 我們最近在看一個 這個是廣東的一個汽車經銷商 他不是一個小的經銷商 他有八十幾家門市 可是很讓我們覺得害怕的是說 這麼大的一個經銷商 他代理的品牌包含賓士 B&W Jaguar Land Rover這些 都是知名大品牌 你要代理這些品牌 你沒有一定的背景跟經濟實力 人家也不可能隨便給你代理 八十家門市 結果你看到 這不是門可羅雀 哇很多人 你是覺得賣得很好是不是 不是買了車的人沒辦法取車 取了車的人上面還沒有掛車牌 甚至整個這個這個有人 還欠很多經銷商或是代理商 大陸的說法叫維權 維權 維權 他們取車叫提車 因為上次我被網友說 我都用大陸的名詞 所以我必須要改回來 這樣你懂了 對對對 所以他們要去自己爭取 不然我又被投訴了 對 然後呢 你就會看到說 都沒有人 那車子 那車子為什麼被拖走 你欠我錢 我拿不到錢 那我怎麼辦 我就直接把車子給拖走 這個情況很嚴重 好 那員工也拿不到薪資 已經欠薪四個月以上了 都沒有拿到薪水 那老闆呢 拿捲款跑路了 這個是一個嚴重的一個情況 車市的銷售相當相當的冷 那你說這個 葛包又是民間的 人家他們不是現在很多公務員 國有企業 整個狀況是不錯的嗎 甚至這個李強對不對 在達羅斯 他這樣說 我們中產階級有六億人 結果我們一看 他的公務員 這個是供電局 類似我們的台電這一類的 就專門在供應電的 這公務員 公務員他們也上去 連公務員都敢上去 維權抗議 然後上面寫討金 但是有一個不認真 你那個板子拿反了 對不對 這個是走路公 下次認真一點對不對 但是可以看得到 大家表情的無奈 我覺得是這個問題 然後呢 再來 我給各位看一個 這個 這個說起來 也是 這個人 這家公司的老闆是 這個郭台銘他地理 郭台強 郭台強 的公司 那被爆出來說 放員工價 那裡面的公告 當然寫到他們營運 整個大幅度的下滑 他是有薪價還無薪價 有薪 一千八 最 就是最低公司 八折 一千八 一千八放多久 放半年 半年 最低公司打八折 對 你不要施捨我好不好 基本上 實際上這樣的狀況 這已經算有良心了 很多人是放假不給錢 對 對 那當然你如果真的要 維繫原本的生活 你勢必要去 再去找一些工作 可是真的有困難 所以整體來講 內需的狀況 是相當嚴重 所以這個中國經濟不好 那我們來看台灣 很多人說 最近要辦尾牙記了 對不對 鴻門宴 鴻門宴不能參加 但等一下問一下 維織哥 這個鴻門宴可以參加 為什麼呢 畫面很精采 一百零八位辣妹 每一個都是高差 玩禮服 鄭浩想不想去 不要 為什麼 我是正經的人 少來這套 維織哥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畫面 到底有沒有很多人覺得說 現在尾牙是可以這樣辦的 是誰辦的呢 鄭浩可以給我們斬 拜託 沒有 你下週看到他參加這個尾牙 你知道嗎 人家鴻門108綜藝大會 那天是168桌 他用108個禮身 他們鴻門108綜藝會自己調啤酒 他說喝鴻門啤酒交天下朋友 所以那天 白朗 董事長 張董也到現場 他們去年很像 2 3月份那個鴻門那個什麼 那個竹聯邦 名人會的那個春酒 類似這樣 他們排出九十幾個 一百個這樣子 像這種 這樣子的一個陣仗 108位 身高165到170 都Q彎彎 我想問一下 誰可以受邀到這種場合 像你這樣 都沒有被受邀對不對 不是啊 我把邱正君罵了跟狗一樣 我怎麼去 邱正君的鴻門大哥 開玩笑 他們就是自稱為統派社團 統派社團可以去 統派社團 他們也不是講說 他們是什麼幫派 你說你這獨派你就沒去 你去那門外 去擴兜 擴兜 擴兜 擴兜是不會 我跟鐵桑人 還算有這段 像這種場域 常白說 因為這幾年 因為疫情關係 大概今年的尾牙 會一個一個比一個誇張 我這兩個禮拜已經 有參加過 保軍公司的 汽車什麼公會的 還有包括那個醫院的 我們李茂盛醫師的那個 那也是 我們新天地擴免 驚死人 超過200多 那遇到選舉前 我們台中的一般圍牙 都沒有像天龍果 什麼20桌 30桌 笑死人 有機會來台中桌 你們都流水溪嗎 一百桌 一百桌 我擴在哪裡 我擴 會不會一桌菜才三千塊 不會喔 我們那個吃的 不好意思 那一桌的 那個尾牙的 如果說那種老闆 他的行業 我那個是 那個車商 他是進口外匯車 自己也有汽車百貨的 這種車商老闆 他是不是三叫九流 都要告別 你知道嗎 我去了我主持 一桌三萬六 通告我就可以送這個 不是啊 可是現在這種辣妹 已經變成了這種社團的 基本排場 我是說 像他們 120桌 他旁邊有個類似酒醋小姐 一桌配一個 我主持那場 是一桌配一個 所以這旁邊可能是上菜的服務 他們現場一千多人 結果警察去盤查 盤查六百多個人 沒問題 剛好一月八號 這個是上個禮拜 剛好選舉快到了 所以大家比較敏感 其實一般來說 警察不會那麼無聊 而且鴻門108的 他們這幾個人 其實我覺得 人也是還很上道 我就講我那個部分 我的那個主持的時候 因為很多來自中南部的 我們就說各位 我們這個 綜冠手海衰大哥 吃魚也吃肉 吃牛也吃肉 吃牛也吃肉 風車還不用生什麼 好玩又不玩 今天我們擔當的 這場下去這樣 這個陳董 照我講完知識 沒多久之後 因為我看那個廣東本裡面 有一個叫做 美人與魚野獸 主桌裡面 我說美人與魚野獸 是什麼菜色 我都沒看過 麥克風都第一個陳董 那陳董就說 各位 你如果參加這場 我這樣說 男人嘴笑笑笑笑笑 待會兒這尾 你把它抓下去 種那尾 來囉 就抬出來 鱷魚先出來 鱷魚 這個鱷魚 我們台中是吃鱷魚了 鱷魚生魚片 你可能沒有吃過 這幾年 美人魚來了 真的美人魚 一個美人 穿3.4的泳裝 上面的生魚片 不是啦 那個董事長夫人 在旁邊不是很生氣嗎 人家在當年 我們當年 因為你想 他老公做這種三角酒流 好啊 你敢去家裡 他就死定了 不會 旁邊的 旁邊有些董娘是面有菜色 說你祖母怕穿成這樣 結果你叫的那邊 又頭上 一個菜 你吃鱷魚的美人魚 結果那個陳董的太太 他本身知道 他老公做了這個行業 比較有灰色的 我就講縱貫線 跟這個海線的都有 所以說人家也都爭一枝 但剛剛看到這個排隊場合 在中國呢 我最近看到這樣的排隊 可能只有在COVID-19檢查的時候 請教一下民寬哥 中國的COVID-19現在又再起 而且聽說一發不可收拾 是之前清零沒清乾淨 還是掩蓋事實 所以造成這樣的局面 那最近傳出了北京的一個火葬場 是場場的一個爆滿 所以據傳各省的兵役館 都在持續擴建當中 那當然這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中國的老人家 很多 這個是全世界都知道的 第二個 為什麼每逢冬天 這麼多的老人家 這麼多的人會生病會撐不過去 所以現在是二十四小時 不停的一個燒 那好多人急啊 為什麼急呢 因為中國他們現在 有一個特殊的一個規定 人回天家之後 你盡量要快 因為怕放著大體之後 會持續的傳染疾病 所以七十二個小時 一定要火化掉 那有些人也希望能夠早早的入土圍 因為他們現在全部都要進塔了 所以很多人還要靠關係 才排得到對能夠做火化 但這當中最近 大家發現一件事不太對 為什麼呢 最近在中國有出現那種 所謂的箱形車 這個箱形車特別怪 這個箱形車走啊走的 它還會發出了陣陣的一個火焰 它的整個形狀 好像小型的一個焚化爐 所以他們這個名詞很特別 這個叫做移動火化車 那這個移動火化車 然後往後走它那個煙他們還有做處理 那他們現在還標榜說 放心 我們這個移動的火化車都是無臭 都是無煙 還充分的一個燃燒 然後他們是侃侃而談說 這個是來針對所謂的一個寵物的 可是大家怎麼看都不像 與菁英仔細看 那個是不是把一個人放進去好像剛剛好 那個感覺就好像把一個人放進去 剛剛好 所以好多人就說 會不會一來是所謂的兵役館 火化的設備不夠 所以設立的這種所謂的移動火化車 但大家最擔心的是 因為中國有一個非常奇怪的一個特例 好多人他可能器官衰竭需要器官 全世界都等不到 全世界都找不到 這時候有人會跟你說 你來中國來 你只要提得出一個好價格 你就可以買到一個器官供你來使用 所以好多人都在嘲諷 這個會不會是方便那種所謂的 現災器官之後 如果真的發生了什麼事可以現場來燒 這當然是一個我們對他的一個疑問 目前官方他們就說從去年 其實只有增加70萬人的一個死亡 但美國說怎麼是 你們統計的70萬人 跟我們統計的187萬人 整整差了110萬人 所以中國有很多總經的一個數字 有很多數學的數字 有很多衛生的數字 這個是要讓大家全世界 怎麼看都看不懂的 但我們不得來談 各位當時的科興疫苗 中國他們說我們中國有14億人口 所以那時候在出現了武漢肺炎的時候 他們非常快速的 他們就用所謂的科興滅活疫苗 什麼叫滅活呢 他直接把那個疫苗死的病毒 病毒把它弄死了 死了之後 死病毒直接打到身體裡面 那全世界其實都不看好這支疫苗 為什麼呢 因為死病毒到底有沒有對身體 有產生足夠的一個抵抗力 這件事不知道 但科興賺大錢 這是第一回事 一天說11億 一天就可以賺到11億 沒有錯 科興賺大錢 這是第一回事 但沒有想到科興還行賄 行賄是什麼意思呢 中國我們台灣 就是所謂的健保署 對不對 他們的國家叫做衛健委 國家衛健委的主任叫余魯明 直接科興拿紅包 四個包合一 而且還爆出 因為科興從頭到尾這支疫苗 沒有經過完整的一個檢驗 最後面包括了三個月 包括了六個月 包括了十二個月的病後追蹤 這個人不曉得 所以傳出造成很多 包括白血病 腦栓腮等等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後遺症 現在連彩券的得主都是假的 哇 這一圓人生的夢想 不過請要呈驗 這不就是左手換右手嗎 得主也可以是假的 這也太開心了吧 因為中國彩券一直被爆出造假 到底有沒有造假 我們也認真的來剖析一下 這是他們之前曾經開出的一期 然後開出來是多少 五個球嘛 那就五五五五五五五 那可不可能 那基本上照道理 這個應該是機率很低很低很低 好沒關係 機率學來講還是有可能出現 但是重點來了 有幾柱重呢 五千九百六十六 重 重 這案盤吧 重點是他們剛好把錢 全部分完 所以就分工了 所以大家都有來領獎 對 沒有 所以後面就都沒了 那發生什麼事 甚至號碼 他們搖出來的時候 那個球竟然可以漂浮 他不是這樣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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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來嗎 那就是你後製的時候 沒有認真嘛 你沒有貼著軌道走嘛 你可不可以做的時候 認真一點 你怎麼一直漂在那 其實要做假的話 也認真一點嘛 要不然怎麼領錢呢 不是 因為如果你貼著我邊緣 沒有辦法畫得很好嘛 那要把修邊做好一點是不是 AI畫圖嘛 對不對 所以我還沒有進步到 我這樣一弄邊緣怎麼辦 你要Key個完整一點 放在中間 看起來比較像一點 其實問題很多 那當然最近這個中國官方 可能為了平息這個弊案 抓了一票官員十四個